每天都扫叶子呀 一会儿功夫扫了这么多 这什么叶子这是 这叫什么枫叶 枫叶是吧 哦这枫叶蛮好看的 这个 我看你每年都在扫 每天都在扫 扫雪 冬天扫雪 这个秋天扫叶 反正自己家门前嘛 你扫一扫干净嘛 对 过来过去的人看着你那什么的 所以大家都像你这样就好了 反正是一种运动 也是被他一种锻炼了啊 对 对 玩不愿意玩嘛 是 扫一扫还好 扫一扫扫一扫 住的人现在越来越少啊 现在哦 对人越来越少 现在你们单元还有几户啊 三户吧 还有三户 夏天最多的时候住几户呢 嗯 夏天最多的时候 四五六 六七户吧 六七户 现在剩三户了 对 原来能住70%吧 哦我们那个单元现在看剩的几户 也就是三也就是三四户 三四户那样子 这个楼还可以 哦咱这个楼还可以 对咱们可以 嗯 这个楼这个钱都挨着会锁的楼都人不少 人不少 对 有些楼是不是人很少啊 有的楼少 但是就像咱们会锁周边的人还是很多 你看现在目前有没有楼没有住人的 啊 你晚上你不喜欢那么溜弯吗 有什么 就有没有有的楼里一个人没有住的 没有 都有人 都有人 啊每个都有人 冬天的时候有些楼就没有人了 冬在户里也每个楼差不多都有一 我观察过有的楼是一个人都没有 有几个有几栋楼 我冬天的时候晚上走路所以看来 只要有灯就有人 没灯的时候也有人 哦没灯也有人 没灯的时候 因为这老年人嘛都对 贱的这方面都会节约 哦 所以一般他都早早就睡觉了 不打灯 就是为了老年人为什么这个是 传统养成的习惯 早睡嘛早睡早起 哦这样想的不是为了节能 也是为了节约好像哦 对 对 冠生见识 这也好些老年人像你们也是不缺钱 但是你们就你们就特别的爱护各方面的 节约能源 节约资源 对 其实我们是从那个年代回来过来过来的人 但我觉得该花还是得花呀 该享受得享受 那种享受这也是一种享受 也是一种享受啊 你在那门前你要扫一扫干干净净的 你不挺好的吗 你出来进去的 所以说大爷想要买车 你就毫不犹豫的给他买辆车 想要的东西你就要 想吃的东西你就吃 好谢谢你啊 暂停后边